今年是黄浦军校建校100周年 100年前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 在广州长州岛创办了匪深海内外的黄浦军校 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批教领从这所军事学校中族出去 统率千军万马保家卫国 黄浦军校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要来 黄浦军校的校训 亲爱京城也成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们的追求 相亲相爱 精以求精 诚心诚意 100年后的现在 黄浦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爱因 作为维系两岸黄浦后人情感纽带的共同记忆 黄浦精神印在了很多人的血脉中 在当前两岸局势英雄战备的情况下 台湾蓝天行动联盟主席伍之章认为 两岸和平统一是黄浦子弟应该担负起的责任 黄浦精神就讲究的是 亲爱京城 大家团结一致 一种牺牲奋斗的精神 所以黄浦子弟完成了很多历史任务 包括东征 包括北伐 一直到后来的抗战 表现非常了不起 而黄浦军校呢 当时也是全世界四大军校之一 据非正式的统计在抗战期间黄浦军校毕业的同学大概二十几万 抗战结束以后存活的仅剩两三万人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昔日同窗再次走上战场 却从携手抗敌变成兵如相见 内战打了很多年 骨肉相残死了很多人 现在时间的变化 整个局势的变化 双方的意识形态也渐渐淡化了 两岸之间呢 完全没有敌对的必要 那根据两岸黄浦子弟共同的理念 尤其是当初他们做同学的时候 亲爱京城的这个校训 两岸黄浦都是一家人 所以两岸的和平也好 将来的统一也好 黄浦子弟都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 作为陆军军官学校 黄浦军校曾为中国提供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如今他们及后人散落在世界各处 成为建设社会的中间力量 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楷模 台湾也好 在大陆也好 黄浦子弟退休以后转业 转到不同的行业 有的转到学术界 有的转到政界 都有很高的成就 也就是黄浦子弟 不但是军中的骨干 很多退休以后 也变成我们社会的骨干 社会的精英 爱国家爱民族的一批精英 这批精英呢 都变成社会的一种开模 黄浦居校于1924年 由孙中山在广州创办 五支张表示 黄浦创校元老都是孙中山的追随者 百年前的他们保卫国家 守护疆土被民族而战 百年后的黄浦后人 秉承黄浦精神 反独促统 为国为乡 连续百年的黄浦精神 早已深深的融合在中华文化之中 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 千百年后 我相信黄浦精神 不会消灭 黄浦精神 会被我们的后代子孙歌颂 会被后代子孙发扬光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